在福岗市井赛的单时米台预赛中,36名选手汇聚一堂,角逐着荣耀和奖牌。 然而,在这个激烈竞争的舞台上,一位选手的出色表现引起了无数人的瞩目,全红蝉。 第二跳407C,全红蝉展现出了他记忆的精深和出众。 他以这个动作拿到了36名选手中全场首个十分打分,成为赛场上的明星。 这一刻,观众们无不为他的表现热烈鼓掌。 全红蝉在跳台上的优雅姿态和完美控制令人叹为观止。 随着比赛的进行,全红蝉的稳定性再次得到了验证。 经过两次跳水比赛,他以173.6分的总分排名第一,稳坐榜首。 每一次跳水,全红蝉都能够获得才他们9分以上的高分,这无意证明了他出色的技术和表现。 稳定,可以说是他的标志词。 陈玉希的第三跳是626C,碧莉向后翻腾三周报息。 入水的水花还是没有处理好,得到66分,总分219.30分。 全红蝉的动作是6243D,碧莉向后翻腾两周转体一周半,完成得很漂亮,水花效果不错。 得到83.20分,总分是256.80分。 全红蝉的成功来之不易。 他付出了无数的汗水和努力,经过坚韧不拔的训练,才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展示出如此出色的水平。 他的每一次跳水都是对自己极致追求的体现,也是对观众的那一次视觉盛宴。 然而,全红蝉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耀,也是中国跳水团队的骄傲。 中国跳水队在世界舞台上一直有着卓越的表现,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。 全红蝉的表现再次证明了中国跳水队实力的强大和技术的卓越。 对于全红蝉来说,这只是一个开始。 他将继续参加接下来的比赛,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名次和更辉煌的成绩。 他的稳定表现和技术精湛将成为他在未来比赛中的有力之称。 全红蝉的故事告诉我们,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信念,才能在竞技的舞台上取得辉煌的成绩。 他的成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胜利,更是所有付出努力的人的胜利。 让我们为全红蝉送上最热烈的祝贺。 他的稳定表现和精湛技术让人们为之赞叹。 期待他在未来的比赛中继续闪耀,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时刻。